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22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一節的錄音時間是星期一 下一節是Patreon 獨家優先節目 這一節我們說話的內容將會包含政治內容 還有是繼續 是經濟話題之一 繼續看看香港樓市的最新情況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香港 的媒體 現在也出現了大量 軟對抗在裡面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的是有線的新聞報導 有線的新聞報導 竟然是大字標題 說樓價香港 繼續直插谷底 新界西業主 是哭著過新年 居心破冊 這些標題 其實我們本台 亦都 作為反對派 的媒體 亦都用得很多 類似的字眼 我們 跟他做時事評論的時候 他就說你反中亂港 唱衰香港 按照相同標準 今天 在香港的親建制媒體 亦都 犯下了種種的罪行 作為國家大局不容侵擾 香港到最終 很可能也要清算 反中亂港的媒體 這一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雖然這個是Patreon的獨家優先節目 請各位繼續去到Youtube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機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各位幫手支持 話說這個 是有線的電視節目 樓市分析 來自這個台叫做HOY 是有線新聞的其中一個台 樓價直插谷底 新界西的業主要哭著過年 新界西的樓盤情況 我們跟大家都分析過 為甚麼新界西成為了重災區呢 你看看香港傳統的分佈 香港傳統 樓宇 還有 資產 還有人均收入 比例 分配 是如下的 首先香港如果你將它劃分為三個區 香港你可以將它劃分為香港島 九龍還有新界 按照傳統劃分 最有錢即是入息最高的群組 全部集中在香港島 排第二的是九龍 排第三的是新界 樓價的比例 分配也是一樣 最貴價的樓在香港島 排第二的是九龍 新界永遠是排最後 所以 在香港 有投資物業的人都知道 其實 絕大多數以前投資物業是不會投資新界的 因為 升的時候沒有去分 跌的時候 就是重災區 所以如果你說 以前會買樓的那班人 全部都知道 新界樓是不會買的 你有錢就買回九龍或者香港島 但是香港島 早在幾年之前 炒到上了3萬元呎 九龍也不枉多樣 炒到啟燈 又是跟你說要3萬元呎 好了 令到 很多就算是中產也沒有辦法負擔 所以推而求其次 導致新界有大量的樓盤推出 仍然受到墜蓬 但是 黃金定律並沒有改變 升就沒有份 跌就排隊在下跌 這就是新界的重災區 還有 傳統上 新界西 情況 比起新界東更加嚴重 新界東 就是以往的九廣鐵路 火車 以前兩鐵還沒合併之前叫九廣鐵路 即是現在的東鐵線 東鐵線完善的地區叫做新界東 以前沒有西鐵的 其他 在西面的全部叫做新界西 為甚麼傳統 新界東 樓價比新界西好 就是因為有東鐵線 後來就開了 新西線出來 新西線使得 新界西主要三個區 屯門 元朗 天水圍 終於有鐵路貫通 所以導致這幾個區 也是成為了新追訪的對象 所以我們也很持平地分析過 新界的樓盤 如果你位於非常靠近 地鐵站的位置 理論上 它的抗跌能力 應該會稍為強一些 不過 既然它有抗跌力 也就是說 早前的樓價升幅 也早就已經出現了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 香港為甚麼壞樓市爆破 因為 你 那個升幅 已經出現了 即是 你說如果那裏 那麼 好住 慢慢升 現在應該 還有那麼多人 留在香港 如果以數字計算 因為離開了香港的人大概100萬 按照以往的人口計算 不用 香港政府 那個 不可靠的統計數字 你也會知道 其實現在起碼還有幾百萬人在香港 如果樓市是健康發展 你理論上繼續在上班 理論上 正常的樓盤應該是慢慢升上去 但是香港 呈現相反的情況 就是因為升幅 早就已經預先炒了上去 他跟 其他的大城市 例如倫敦 紐約 這些地方 租金持續地慢慢上升 是不相同的 他的樓價 是爆破息下跌 雖然現在的租金不算跌得很厲害 雖然租金市場和樓價似乎是兩個市場 但是現實是 業主如果樓價長期下跌 他遭受銀行 其實他也沒有辦法撐住 我沒有可能 樓價跟我說跌了六成 租金 上升了 10% 所以我繼續放租 其實是不行的 到最終 是一樣會被召喚的 即是跟你玩棋子一樣 你需要抬錢去補倉 我讓你繼續玩 不過你要補倉 我們現在不難看到香港的這些 媒體 其實在散發著 種種叫做悲觀的消息 這些 按照 香港現在的標準就是 反中亂港的行為來的 唱衰香港借地議 你不要以為自己 親建制大了 親建制 一樣可以搞搞震 現在的商家造反 已經是一件供應的事實 當然 其實他們會這樣說是很正常的 因為真的樓價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連 四十幾個銀主盤 劈了家 搞這個網拍 完全是無人問津 早在大半年之前 還有很多聲音出來說 很划算買呀 現在不買等什麼時候 他們的論點不外乎幾個 首先第一 自住不用怕 第二 租金 長升長有 所以我們就大膽給你一個建議 既然你這樣說 首先第一 你的物業自住 第二 你又可以放租 那就不要開玩笑了 樓價下跌 快點趁低吸納 多入幾手 你猜 香港近幾年才來買樓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趁價低買多幾個呢 答案當然是沒有 他們根本不存在這樣的能力 如果有大量的資金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樓價也不會跌得那麼厲害 何來有機會讓你趁低吸納 所以 你只是一味說租金 似乎有所上升 還可以 是一個良好的指標 如果是這樣的 你可不可以再問銀行 借多一點錢 再買多兩家來收租 這個說法很荒謬 香港的租金的回報率 是低於現在的 銀行定期利息很多的 即是說 就算租金真的輕微上升 你是不可能借錢 去貼錢 去做這件事的 所以你說租金 還是站得硬正 如果真的那麼硬正 你何不 立即去買多兩家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你說租金撐得住就沒事 這個說法同樣地 也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結果引來有線新聞也在作反 說41個銀主盤 劈價照樓標 陸表公屋 以至 香港島的屍樓 全部 無一幸免 這個真是厲害了 徹底簡直是要顛覆國家 反中亂港 香港不容你抹黑 你這樣的說法 簡直就是全部事實根據 這個是 中國大陸官方最喜歡說的話 你真的是劉柏 怎麼會沒有事實根據呢 所以你看到 其實現在香港的建制媒體 其實用字眼越來越誇張 甚至乎他們現在 那些字眼比起我們這些 黃媒還要更加離譜和進取 按照國安法的標準 不該你 立即 出來維穩 立即將相關人士 詳細調查 立即將他拘捕 不要只顧著搞通緝 有香港的人你也不管 你搞通緝有甚麼意思 有香港那麼多人造反 你也不制止 你走去制止外國勢力 在海外的人 你憑甚麼呢 事實上 我們觀察了 那麼久的時間 現在的論調 跟在半年之前 已經不能夠相比了 在半年之前 還有很多人覺得 活該買呀 機會來了 在三個月之前 還有少許這樣的聲音 走到今天 差不多這樣的聲音 差不多消失桌盡了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 揭露到這裏了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或者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這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發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逆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提供